《燒香》是東方信仰中必備的競神方式 澳門有不少家庭及行業至今仍保留燒香的習慣 尤其在祭祀神令及祖先時 祭品與神香缺一不可 因為龐大的使用量 神香成為澳門上世紀的傳統手工業之一 魚炮竹、火柴並列為三大手工業 神香不是本宵之外 大部分都是出國外埠華僑買 所以神香業在五、六、七、十年代相當興旺 加上國內有文化大革命 不准人造香、拜神 神香業在澳門便相當興旺 大大小小都有百間 山寨廠都有的 菜地、養雞、養豬等地方 木屋區、台山、青州、馬場 有很多山寨廠 在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中 澳門的祭香業曾取代了內地主導的市場地位 當時大小祭香廠多達四十幾間 其中規模最大的首推陳聯興、梁永興、永吉興 以及永吉香廠 合稱四大廠家 小學時候我十歲八歲 已經跟我媽媽去工廠學初香 因為家裡環境差 很小時候已經做這一行 做神香那些是斷權計工的 五十年代幾十元 但六、七十年代已經過百 神香以前是手造的一枝枝初 第一個做法 第二個做法是淋香一堆堆 第三是近十幾二十年 就有機器做的 昔日的神香生產 基本上是全人手製造 初香確實是由工人一枝枝初成 先盤妥木糠以及香粉之後 再倒入盆入邊初 初次一定黏度之後 工人手持佔有膠水的竹枝 在放滿香粉香膠的板上不停搓動 直至竹枝尖的香粉達到一定厚度 淋香則是大量生產的做法 工人首先將香骨放入一個 裝滿水的大水桶裏面 令到全枝香骨的八成濕潤 產生黏性 然後將預先準備好的香粉及膠粉 用水混成漿狀 再將一束束束枝以人手撿著前端 晴芳石狀插入漿裏面 隨即拿出 於是重覆三次 這個時候 足之所沾的香粉漿已經達到一定厚度 放到曬香腸曬乾之後 製香的工序便告完成 無論是哪一種做法 神香都要經過風吹日曬 才可以算是正式員工 包藏出售 隨著時代變遷 香的功能逐漸改變 慢慢步入人們的日常生活當中 煮茶品名 鹽點一處香 彈奏古針的時候 放置一鹽點尋香或彈香的香爐 為緊張的生活 營造出更悠閒寫意的空間與情趣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